等等 我又需要你的提點了 立法院有這麼複雜嗎 立法院現在原來國民黨內 已經有副昆旗在運作了 而且老科已經在算牌了 還沒開始 只有一個變數變成定數了 就是民眾黨這個八張票 已經變成廢票了 這個確定了嗎 這個確定了 你就唯一確定了 那八張票起不了作用了 起不了作用 因為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所以老科講得很清楚啊 因為民眾黨這八張票 沒有人願意跟他談嘛 他現在把自己卡死了 你不去討論我這個 四項協議的話 其他我都不跟你談嘛 對 它很簡單嘛 那四項協議這個事情 基本上不會談 沒人跟你談 因為兩黨都拒絕了嘛 當時就沒得談了嘛 所以這個已經八張票也沒有了 現在剩下的事就是說 就是民進黨 就民進黨跟國民黨之間 就是五十四 比五十一 這個票的一個 這個變化嘛 對 那這變化很單純啦 這變化挖兩票就好啦 好 挖兩票就解決掉啦 對齁 國民黨五十四 五十一 差三票 挖兩票 就五三對五二了 對啊 那挖兩票的可能性 講難聽一點嘛 你知道五黨籍為什麼一定要給他啊 我五黨籍為什麼一定要給國民黨 對 你講道理給我聽 高清書門一定要挺他嗎 當然有可能 因為高清書門比較意識形態上傾向於這種情況嘛 對不對 那另外那個 陳昭明 陳昭明一定嗎 不知道 陳昭明還有訴訟耶 怎麼不能談 當然可以談啊 對不對 談的話 你說老柯明我不能談的事情 沒有 陳昭明我有訴訟 如果這一票我過來的話 今天訴訟幫我解決掉的話 總統承諾的話怎麼不可以談呢 對 當然可以談啊對不對 本來為憑什麼你國民黨一定要我陳昭明這一票 我一定要給你 你告訴我的道理給你聽 我一定可以談的嘛 對 這不是金錢的問題 現在沒有人在看那個七百萬一千萬 不是那個年代 對 所以大家每一個立委當立委的人 大概有三分之一 都是背著一... 你一定... 他整頭下過的事情啦 一生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那大部分有訴訟都可以談 對 好不好 所以這個事情呢很容易處理 那不然是廢票嘛 可不可以呢 我跟你講 怪招連連啊 對 但還有一個 開除... 我問你現在你把... 你把傅根旗... 派他出局對不對 對 傅根旗一定需要你國民黨嗎 他會拖到 不是 我要問你 我好...我現在... 在第一輪是選什麼 選什麼 今天選院長嘛 院長給你 給你 給你沒有問題啊 給你 就韓國瑜拿到了嘛 那副院長柯建民可不可以拿 副院長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拿到之後的局面什麼局面 誰老大 不一定喔 對不對 意識規則我柯建民比你熟耶 柯建民花樣多啦 對不對 你不知道你韓國瑜每天在包個尿布坐在那邊 不能動啊 韓國瑜中午起床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變化多得很 這個配套的各種措施 沒有開始嘛 現在只是說土包子已經出場了 土包子出場 現在真正的擂台比賽才剛開始 老柯怎麼會放過他們呢 所以你說現在是老柯跟韓國瑜的大對決 老柯跟國民黨這些啦 韓國瑜不是咖啦 韓國瑜不懂嘛 韓國瑜有什麼條件來跟國民黨立委交換 今天要挑戰韓國瑜的有兩話嘛 第一個就是戰鬥欄已經開始 這個趙少康挑戰嘛 所以我前兩天不是講嘛 我說會促成這個事情的時間點 因為國民黨內的鬥爭 然後今天一個趙少康出來了 第二個這個傅崑奇出來了 我們看第三個更有意思的 我今天看到盧媽 盧媽第一天第一分鐘就表態 請將取成到底 這個就不是民主嘛 這就是在比拳頭大嘛 就簡單 所以我認為說國民黨如果沒有用很 民國 黨內民主處理好內部的紛爭的話 那就造成了柯建民的運作極大空間 我想太白 柯建民有運作 當然是 我問你嘛 我傅崑奇 我不甩你啦 我怕你 我六十歲的人啦 我就跟你 第二輪傅院長 我就蓋給你 蓋給你老柯 董事長 在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大家最受不了的就是 民進黨有太多這個雙標 太多雙標 第一個就講 艾麗莎莎 當然有的 非常不妥 而且 可是你不能說 因為你自治歌拼 你講的這個東西 你好像就犯了滔天大罪 中選會副卒委 出來講話 而且連著 我覺得那就too much 已經過了紅線 又是對政部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 又是高檢署 你現在要辦這件事情 好 那辦這件我所謂 你同一個標準也沒有一件 里長出去 反正頭髮還想把這些里長給升壓 結果羅志正 那個錄音帶 到一個人總統 試真試假 你到現在還想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嗎 現在公務員辦案 中選會有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 他不能輕案重辦 輸他的權利 他的權利 所以這是看著一個政府 進德公門好修行 這些傢伙進到公門 專害人 他不是第一次 這個陳朝鑑他搞好幾次了 這叫做壘犯 這叫做壘犯 他們專門整個冤枉 他們就是黨同伐異 專門幫民進黨當打手 這不是第一次 他搞好幾次了 所以這種就是要拿到中央執政權 才有意義 才能夠改變國家 那這些土包子 八個立法委員 完全不懂政治的重要 政治的操作 跟國家的運作模式 好 那再來第二個 羅志正這個事情 你認為他這樣搞 這個事情就結束了嗎 沒有嗎 我問你很簡單嘛 誓出必有因 是誰在搞羅志正 搞羅志正這個人出現有沒有 難道是葉原資搞的嗎 當然不是 葉原資當選立委跟羅志正 被跟害羅志正毫無關係 對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狀況 對 別人害 有人害羅志正 然後葉原資突然間 就天上飛下來一個 禮物他當選 他怎麼當選他都不知道 對 是糊裡糊塗的 全國最後一個宣布當選就是他 所以這個事情 害羅志正的人還沒有出現嘛 就還有後續 當然有後續啊 這個羅志正這個事情 這個多少人恨他 我問你很簡單 你要是賴清德 你對這個事情討不討厭 討厭 我的選舉 你給我搞這個玩意出來 他跟他擁揭的時候 賴清德正眼都不看他一眼 對 賴清德他的選票目標 最少是600萬起跳 給你們這些傢伙 東搞西搞 東搞西搞 搞了 賴清德他在我美利島民調 做四年民調 我告訴你好不好 他維持40% 民進黨的民調 民進黨幹了壞事 民進黨的行情好 行情不好 我跟你講賴清德 都比民進黨的民調要高 對不對 就是事實擺在一起 這位選舉 被你們這個傢伙 東一個西一個 東一個西一個 他莫名其妙搞得變成 得票率變40% 他等於他支持度掉了6% 7% 這影響他的面子跟威信 火都活死了 他第一個事情 先跟你退出新潮流來講對不對 被你們這些叫要害死了嘛 什麼新潮流不倒 台灣不會好 這一句話 他跟新潮流 他無往之災 其實他跟新潮流的關係 並沒有那麼密切 你看台南就是很疏遠 對不對 所以賴清德是關鍵人物 他心裡面有一把尺 選舉過程當中誰害他 什麼因素把他害成這個德性 羅智任他有意比仗嘛 那現在為什麼有人保護羅智任 目前總統是誰 你不知道我們總統講過一句話 520之前還是我蔡英文當家嘛 520之後呢 換人喔 換賴總統 我告訴你倒大媒 會倒大媒嗎 當然倒大媒 這不一定搞他嘛 為什麼我要搞他嘛 不過把他搞死的時候 明年的二 又來了 2026初選又來了 這個案子不把他辦死掉 我現在問你很簡單 黃國昌他要選新北對不對 他會不會到選舉的時候 把那個羅智任上面拿來放放 會 他可以到處放 怎麼樣 你怎麼樣 你把民進黨到時候苏巧會選舉 每天要看到羅智任皮膚白不白黑不黑 那不知道他怎麼選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是民進黨的一個毒瘤嘛 總瘤 非要把它幹掉不可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 所以520以後就會動手 而且我根本就懷疑 所以說停不下來 當然每一個案子 保證我們講個概念 政治上有一種情況 就是A跟B在打 我們搞不清楚 這到底怎麼回事你知道嗎 看不懂 結果許信朗教我一句話 誰得利 誰動的 最後誰得利 Final Beneficiary 最後得利者 他一定幹到底的 不會停的 你放心啦 所以這個事情 520以後就有後續 這張照片 把人家嚇到了 他竟然回來了 而且是回到 他等於說這是他的本廟 板橋慈惠宮 在選前千物換完就不回來 那現在回來了 公開亮相的 難道真的像剛剛裕峰說的 他沒事了嗎 沒有沒有 不能這樣看 你不能這樣看 這個是在檢方有部分的 部分起訴嘛 但我們要關心這個案子 其實我認為最重要的是 屏檢 屏東地檢署 因為周典論那個 因為周典論跟他的關係 太直接了 那周典論到底在裡面 講了什麼東西 周典論他如果說 其實很簡單 周典論現在 現在他最多可以壓兩期 對 四個月 一起四個月嘛 如果壓四個月 周典論要死 要是檢方 死咬不放 周典論怎麼辦 周典論真的就能夠逃掉嗎 對不對 周典論不見得住耶 這個事情很難講耶 所以這中間的變化 我認為還在 再說從檢方 離開檢方以後 到院方以後 那個是另外一場大戰的開始 當然郭才銘一定要 他現在戰場太大 他到處都是 搞亂七八糟的 所以可是我認為 唯一影響到郭台銘本人的事情 應該是屏東的這個事情 周典論這個厲害關鍵太密切 這個東西太密切的情況之下 又有很多證據嘛 有非常多的證據 當時有勤款等等 我聽說還有什麼無人機去拍照 勤款群眾人數很多 要是拍照 但是只算人頭 他把他當成那個公司的那種生產線 iPhone生產線在請款 搞一大堆證據在那邊 那現在周典論要扛 我能夠全部扛下來嗎 對不對 然後到底用什麼東西起訴他 最後周典論一定要判的 因為我壓你一定要判你啊 我怎麼可能壓你不判你呢 特別你又是議長 對 不可能 議長敢壓你就是我的東西是確實的 對啊 我敢壓你然後我不會讓你隨便出來嘛 因為出來之後你要搞我耶 開玩笑 對不對 所以貧中誰的地盤啊 司法誰的管理對不對 沒那麼簡單你放心 所以這個東西是郭總現在 郭董現在開始收拾善後 他回來台灣收拾善後 當然收拾善後 他一定要把他自己這邊先處理好 對不對 這後遺症很麻煩嘛 這東一塊西一塊 東一塊西一塊 要很有耐性的 這不是花錢解決的喔 這不是說你找個律師團隊解決 對啊 這個在做內行的耶 這個不是要簡簡單單解決掉 說我交給誰辦 沒有這回事 要自己很費心費力的 對 把每一個個案的情況抽屍剝繭 他現在還敢回到慈慧宮 還敢公開亮相 他沒有問題啊 他沒有問題 他跟著 因為他跟金錢 他跟金錢一定沒有關係 如果金流跟他有關係的話 他不敢回來嘛 所以有關係的人不會回來對不對 那他可以回來表示他的金流 他跟錢沒有關係 對 那現在問題說 他不曉得 可是起訴的要件 並不是說你 譬如說你拿錢給他 你有交付這個證據 你的必然就是你有 不是這樣子 他你有交所也可以啊 教所也可以啊 你指揮也可以啊 所以這個看我這個 這個被收押被告 我怎麼咬你嘛 收押被告一咬你一口 你就變成有了嘛 有了以後就變成扯不完了嘛 所以這官司怎麼打 我覺得後面還要費很多心事 因為這個是重罪 麻煩 董事長我們跟他講 從這個醫院裡面 拉斯維加斯的這個 所謂的消費電子站 再加上昨天台積電的法術會 很清楚的 2023年 是AI元年 到了今年整個AI大爆發 黨都不懂不懂 現在它的需求最大就是3奈米 還有說2奈米都還沒有出來哦 所有的公司在盯著你的2奈米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真的有這麼樣的這個緊張嗎 另外就是 中國被封鎖成這樣子 一片也好 兩片也好 三片也好 有了 他就要買了 對 但是你注意看另外一個問題 OpenAI為什麼結晶要跟美軍合作 因為這個是一個重大的訊息 你說這是大事情 這是非常大的事情 因為全是OpenAI是哪一家公司投資的 OpenAI是Microsoft的 微軟的 跟Google他們投資的 這個公司目前市值是880億美金 它是這個GBTChair 他們轉投資的公司 那全世界目前最大型 最具有競爭力的一個 語言的這個 生成語言的這個平台 然後你在看 剛剛你看日本的這個借穿獎 借穿獎它用AI的技術 能夠寫成借穿獎得獎 對 雖然接著就是新秀 雖然你知道嗎 借穿獎是植木獎跟借穿獎 對 借穿是新秀 就是新的作家 那植木獎是老的作家 所以就知道說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投資 最關注是在哪裡 我們剛看了 講了很多硬體等等 其實最重要的是OpenAI這種東西 就是大群語言平台 因為這個如果有突破的話 那很多東西都突破了 它為什麼要跟解放軍合作 它為什麼要做這個 它做這個東西 語言 語言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 這種處理的方式 因為它在幾秒鐘之內 可以生成很多文字出來 那那個文字出來 是有意義的文字的話 就有很多的破解 包括情知啊 或是命令啊 或是其他的一些的 功能性的可能性 好 我現在講的這個東西 是目前最重要 對 然後你就知道 大型語言平台最重要 那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在歐洲發生一個大事情 什麼事 就是這個大型語言平台 有一家公司 法國公司 叫Mistria 這家公司 法國公司 它成立了九個月 然後它在那個Dawas 在這個Dawas的平台上面發表 發表出來的 全世界轟動 評價它的效果 它的表現的生存量 速度跟品質 超過OpenAI 天啊 大家昏倒了 法國的 它原來是美國的 但是它法國人 在美國開發的 對 那它不願意 它就不願意放在 就這三個小朋友 小鬼啊 小鬼啊 就這麼小鬼啊 它才成立九個月的公司 它才打敗了這個OpenAI OpenAI是 我剛剛講的 快線求八百八十億 它們這四億的 四億的 的公司的資本 對不對 目前市值已經到達二十億歐元了 目前而且 有一個重要公司 馬上投資它 NVIDIA 馬上投資 那代表NVIDIA 就是內行的啦 它就是用NVIDIA的東西啊 OpenAI 已經是橫空出世了 當時一路馬斯科覺得 它已經是不得了了 結果這麼快 就有人趕上了 它這個公司 成立只有九個月 就是三個小鬼 三個小鬼就把OpenAI打敗了 OpenAI的市值是八百八十億 它才四億 那是怎麼講 所以現在的科技的發展 或AI 或是深層AI的 現在我們專講這個東西就是 語言平台 對 它的發展的技術的能力 已經不是說你的資本金有多少 而是我的頭腦有多 比你贏你多少 所以讓這種東西 其實現在雨後之春水 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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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出來了 這個已經拼 都是拼世界第一名 難怪 一路馬斯科講 剛剛我們講 借川廠在今年它有50% 用AI TrapGPT寫出來的 寫出來以後 具有娛樂性 一路馬斯科講 現在AI的這個所謂的TrapGPT 三層式AI 它已經很快的 可以寫出哈利波特了 是啊 所以它用秒數來生產文字 所以我們要寫一篇文章 我們寫一篇兩千個字 我跟你講 我大概要寫三個小時 再兩個小時 改改 標點符號 改半天 我們累了鑰匙 現在用AI寫 我不知道他們可能幾分鐘 就幹完了 所以我們這些如果記者的方式 記者以後沒有工作了 對 你把所有的Data一輸入 今天採訪人家搞一進去 啪啪啪自己都寫出來 寫的一定比我們寫的好 絕對不會有錯字 不要小編去改 而且更快 又快又好 那怎麼辦 他已經到謝川講 他都可以用AI了 所以我現在講 為什麼美軍要跟 要跟百度合作 OpenAI合作 因為為什麼 中文 他要中文 因為美國人需要 OpenAI沒有中文能力 所以他跟百度合作 因為百度的Data多 他OpenAI 就有中文的生產能力的時候 解放軍就昏倒了 那個就是美軍更有能力 他包括他能監聽 他有辦法 他不用台灣了 他自己可以監聽了 他通通都可以 他的聲文也可以 既然文字可以處理的話 聲音就可以處理 對 那畫面就當然也可以處理了 所以相關一通的 我跟你講 現在的時代變了 錢沒有用 知識才有用 科技一夜之間就改變這個世界 蔡壁如昨天在接受訪問之後 他說 柯文哲他有了 他去安慰他 他說安慰他之後 之後講了他說 柯文哲現在處於什麼 精神上的否定期 感覺到現在還沒有走出來 因為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他一直以為 他會贏 因為所有的民調 他都第二 而且跟第一 是在誤殺範圍內 再從岡三開始 人數異常異常多 他都覺得他要贏定了 就沒想到輸了 而且變成了柯老三 結果 你現在看起來 不是一家人 不信一家們 現在不是柯文哲走不出來 感覺上陳佩奇也在否定期 柯文哲確實有這個很嚴重的 這個他的情緒上的創傷 因為從他的人生當中 他大概就一路順遂嘛 沒有碰過這種 如此的重大挫敗 而且我相信 他確實相信他的民調 他不是故意要詆毀我 或罵我的美麗島民調 對 我認為他真的相信 他所看到的資料 他認為他會當選總統 所以別人真心騙他 他就真心接受 我們不要講騙這個字 就是說柯文哲真的相信 他會是2024的當選總統 因為一個人 當你能夠想到說 你會當選總統的時候 你那一刹那 你的精神狀況的 亢奮的程度 就跟我們去 我們去買一個樂透 賺了一萬塊 那兩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或是我明天被加薪水 加了十萬塊 跟這個的感覺 那個成就感 你懂我意思嗎 總統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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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上之人 人中之人 人中之龍 台灣的太陽 台灣的龍 這種東西突然間 不是那麼回事 而且我相信 他有一段時間 一定是非常 一定泡在 浸泡在這種的喜悅當中 或是期待 或是整個幻想當中 一段很長的時間 否則的話他沒有 不可能這種結果 應該選輸就出來 你看 侯爺一選輸跑去哪裡 就開工廳 開工廳 去做工廳 對不對 沒時間跟你在這裡 那他還在 獲在這個裡面 而且不是他一個人 他整個團隊 包括他的太子 他的太太 他整個 他自己個人的情緒等等 陷入一個 極端的痛苦的狀況 所以他真的是說 現在目前還在否定 那否定誰 他自我否定 還是否定環境 對 所以他一定要找到一個 出口你知道嗎 所以之前要否定選票 對 所以他說 他講很多嘛 民調是假的嘛 對 就沒力道的民調 故意做假的嘛 然後有可能做票嘛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幻想 在他身上出現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嚴格講 客觀來講好不好 今天我們站在一個 評論者眼光看 在這一次 2024選舉裡面 柯文哲到底贏家還是輸家 他當然贏家 大贏家嘛 單幹戶打這麼多票 天生贏家 他還有多少億的資金啊 多少億的錢 放他口袋裡面去啊 結果他還在抱怨 他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還認為他被騙 他被騙 他是被害者啊 他認為他是被害者 這才是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嗎 我們認為他是個贏家 就是一個 我不要講說加害者啦 加害者的話 就有點過分的一點了 我不認為他是故意騙人 可是他認為他是一個 被害者這個事情 我就覺得非常的荒謬啦 就是他的情況非常嚴重 而且這個什麼 他怎麼會 現在怎麼還有 再有第二次第三次 因為這一篇已經翻篇了嘛 對 總統已經選結束了嘛 沒有這個game over嘛 對 已經completely over 完全結束的事情 為什麼還有在上當受騙的 這個故事 這種情節啦 像一個小說情節一樣 這個情節不應該 出現在柯文哲身上 我們全國在注意什麼東西 注意你的八旗在玩什麼東西 你的八個傻瓜 立法院會怎樣 2月1號是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如何發生 明天怎麼走下去 對不對 今天你剛剛談到的 台積電的把說會 對 這其實台灣關係 結果他們兩個的關係是什麼 選前誰接電話 對啊 剛剛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嚴重的一種delight 一種他的困境你知道嗎 他走不出這個困境 那這個還是他現在的 我認為他應該要 這個很嚴重 情況不是普通嚴重 那再下來的話 因為我不是專科醫師 我覺得他應該去有一些 輔導的過程 對他個人比較